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头哈腰 连连陨落老仙太爷 他会先把买卖停一阵子 探探那个新鲜令的 但白夏却是一脸的不耐烦 道 爹 我想回去吃早饭了 从白夏的话中 听出了别一番味道的老仙太爷 识趣的道 老白 你保重 我就先走了 不带白缘外言语 老仙太爷就进了马车 马车内 老仙太爷的儿子 道 哼 这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分量了 爹 幸好您是要升官 否则呀 老仙太爷有些隔岸观火未到的 说道 希望他们白家能躲过这次严查吧 马车走远了一些后 白缘外就回身 看着马车一走就转身离开的白夏 白缘外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 白夏是白缘外唯一的儿子 所以白缘外就想把自己学会的察言观色 统统交给白夏 但白夏认为 白家的权势已经够大 不需要查别人的眼 观别人的色 答应过已故妻子 不打骂儿子的白缘外 在心里想到 民不与官斗 儿子 要是你争气一点 考出个官来 我们就不用这样了 本该在老仙太爷离开后的第三天 就到来的新宪令 却在老仙太爷离开后的第十天 都没走马上任 并且 对于那位即将到来的新宪令 白缘外哪怕已经散出去了无数的银子 却也没获得有关新宪令的任何一点信息 但黄天不负有信任 一天 白缘外终于在一位喝醉酒了的官老爷的口中 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白缘外 那位新宪令来头很大 你查不到他的一点信息 是因为上面发话了 所有关于他的信息 不准散出去一点 喝到最后 那位官老爷 再说了 让白缘外把手里的那些买卖给停一阵子后 就昏睡了过去 老县令离开后的第二十天 感觉风雨欲来的白缘外 下令停下了手里所有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买卖 不是 爹 那些生意为啥要停啊 不就一个小县令吗 你怕他呀 一直把那些买卖视为乐趣的拍下 在得知白缘外下令停掉那些买卖后 暴怒的直接对白缘外吼了起来 但这次 心中闪过无数官老爷的严肃的脸色的白缘外 没有对白下妥协 白缘外严厉的表示 谁也不准再继续做那些买卖了 包括白下 头一次现如此严厉的白缘外的白下 被震着了 白下虽心中还有怒气 但他不敢再对白缘外发作 为了泄愤 白下就出了白府 找了些狐朋狗友 往戏楼去了 白下带着狐朋狗友 高坐在戏楼的第三层 现在戏楼的第一层 是个眼瞎的白发老者 带着个灰扑扑的女子 正说住那齐坤轮虎 驾轻白乱的李姓将军的英雄事迹 每每说到李姓将军 七进七出 痛击边境一族时 白发老者是唾沫思见 神采飞扬 厂下听众是秉息宁神 神情激动 李将军很厉害 白下突然道 嘿 什么李将军 狗将军在宁县 白家才是最大的 一人奉承道 在白发老者说完今日的故事 下场后 白下就赶忙让他的狐朋狗友 须把妹对爷俩给请了过来 几岁了 小姑娘 嫁过人吗 白下道 灰扑扑的女子思有些胆怯 他没回话 而是紧力地往老者的身后躲去 白哥问你话呢 一个壮硕的男子 有些生气的 直接把女子给扯倒在地 老者闭着双眼 在拳头握紧又松开后 才扶起了他的孙女 且好声好气得道 爷 你们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谁找你呀 我们找的是他 另一个男子出手 把女子直接扯了过来 丢在了白下的怀中 别吓着这位姑娘了 白下紧紧地还住女子 双手开始不老伸了起来 畜生一个 一声大吼后 一个汉子突然闪入 汉子先是一把擒住了白下 然后一拳打在了白下的软肋 让白下松开了女子后 就把白下给丢了出去 眼见英雄就美的汉子不好惹 白下的那些狐朋狗友 没一个敢再去抢的女子 而是都去扶白下了 汉子把女子还给老者后 一个白面书生走了过来 道 赵十五 你再敢擅自行动 我就踢你的屁股 一直把你给踢回去位置 多谢两位公子 老者道谢后 就赶紧带着女子离开了 是你打的我啊 白下道 白公子打人是不对 但你吊习民女也不对 要不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白面书生弯下了妖道 给我打 打死他们 白下道 现白下的那些藏在暗处的恶奴冲了出来 要动手 白面书生二话不说 第一个就逃了出去 而反应慢了些的赵十五 只能一边挨打 一边想办法撤了出去 逃到了远处 赵十五气喘吁吁的道 嘿嘿 李公子 这次我没有擅自行动 动手伤人了吧 李公子累的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没有大理憨厚的赵十五 公子 我有个疑惑 你为石魔不走马上任 为石魔不让我打死他们 赵十五道 第一 现在整个宁县有权有势的人 都被白家给收买了 我要是上任 那得处处受限 不利于调查 第二 白原外和一些做得高的人 关系不错 并且白原外在宁县的势力很大 我要在暗处才好掉查白原外的那些买卖 第三 我都跟你说了 先动脑子 再动手 你一天杂杂呼呼的 你能打几个 李公子一口气说了很多 憨厚的赵十五 虽然一点没听懂 但他还是不断的点头 表示自己听懂了 见着十五有些失落 李公子道 刚刚就那女子 你做得很好 一听李公子夸了自己 赵十五就又重新眉飞色舞了起来 静不下来的赵十五问李公子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李公子只是说 不着急 在和赵十五一口气爬上了一座山的山顶后 李公子喃喃道 还是有人泄露了信息 但没关系 老爹 这次我一定要让那些人闭上他们的臭嘴 凝现白府内一个皮肤有黑的男人 走进了白府的一间密室 最近有人来买货吗 白吓道 船夫张了张嘴 顿了一会儿 还是略显为难的 把嘴给闭上了 说 我爹不在 我最大 白吓道 上次的那个贵老爷 想买戏楼里的那个说书老头的孙女 出价很高 船夫道 这件事 你要是悄悄的给办妥了 重赏 还有 查查今日在戏楼打我的那两个人 我希望你让他们永远的消失不现 白吓道 夜晚 宁县的一家客栈内 赵十五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怎么都睡不着 在另一边还点着灯看书的李公子 道 别在哪翻来翻去的了 去拿两碗汤来 我救这汤 给你说几个有趣的故事 一听李公子答应了给自己讲故事 赵十五连忙翻身起来 去楼下端了两碗汤来 客栈后厨内 那个把汤递给赵十五的汉子 随手捡起了一把柴刀 藏在腰后 就往李公子和赵十五的房间去了 两位公子 汤喝完了吗 我来取碗了 汉子站在门外 拍了拍门 在确认默认应答后 他就小心翼翼的推开门 走了进去 屋内默点灯 汉子漫步的默了进去 但还不等汉子默到窗边 一个拳头就砸向了他 把他给砸倒在地 那拳头的主人还想擒住他 但汉子反应很快 使出一招金铲脱桥 吞下外衣 就急不逃了出去 赵十五不甘心 追了出去 过了好一会儿 一无所获的赵十五 才返回了房间 此时 房间内已点起了灯 公子 这是 绝对是白下钱的 赵十五道 但李公子却摇了摇头 道 无凭无据 随后 赵十五又埋怨起了李公子 怪他不让自己带刀 否则 刚才那贼 吃到的就不是一记拳头 而是恶狠一刀了 李公子不想在带刀的事上纠缠 所以 他就赶紧给赵十五讲起了故事 有故事听的赵十五 二话不说 就安静了下来 宁县白府的一间密室内 白下对着一位皮肤有黑的男子道 失守了也默示 那憨子确实有些功夫 抓到了贵老爷要的那个女子就行 你赶快去交一把 记住去老地方 那里很安全 经过了一夜的凶险后 照十五对李公子周围的一切 都警惕了起来 毕竟 就算是他死了 李公子也不能死 你不是喜欢喝酒吗 今日怎么不喝了 李公子道 照十五舔了舔嘴唇 道 公子 我今日不想喝酒 你就别担心了 光天化日的 莫人敢对我动手 你就喝吧 被李公子给戳穿后 照十五再也憋不住了 他就着桌上的牛肉 喝了好几口酒下肚 这位公子 我能坐这儿吗 一位闭着双眼的老者 走到了李公子的身边道 请 李公子起身 把老者给扶坐在了凳子上 李先知公子 我告诉你什么地方 你能知道些你想要的东西 你帮我救个人 你看 成吗 晚上 赵十五 妈妈咧咧的陪着李公子 到了宁县外一家一庄内 不是 公子 您真要听那老头的话 和这些死人 躺一个棺材里 赵十五问道 那个老人 能准确的说出李先知和李先知父亲的名字 光凭这一点 李先知就敢确定 那个老头不简单 他的线索可信 因为别说在宁县 就算是在京城 也没几个人能准确的叫出他的名字 虽然李先知有着一个粗中有戏 军功赫赫的父亲 但他的这位父亲 却是一直常驻边疆 任由他一人 在那莫大的京城生活 要不是李先知醒悟的早 一直在京城藏着 不勃名声 那么他很可能会被一直留在那座京城 逮住机会逃出京城的李先知 却在他父亲的安排下 来到了这宁县 李先知知道 父亲是想历练他 所以 宁县这个贩卖人口严重的地方 就是他必须要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 不为别的 性情冷漠的李先知 只是想证明 虎父无犬子 所以 哪怕那个老人给线索可能有假 但他还是愿意来这棺材里躺一躺 躺 少爷 你这是要做什么 照十五不解的问道 晚上有人要过来 我这是在救人 李先知说完 掀开一具棺材 就躺了进去 赵十五再不情不愿的给李公子和上棺材盖后 就急步而出翻上屋顶 隐蔽了气息 刚躺进棺材里 李先知就后悔了 因为躺在他旁边的那具尸体 是真的很臭 怎么又来这个鬼地方啊 贵老爷 这里安全 钱我带了 人你带来了吗 贵老爷 我办事 你放心 这女子 我带走了 还有 那个账本你可要藏好 知道 您慢走 声音完全消失后 又过了一会儿 赵十五才帮李公子把棺材盖给打开了 爬出棺材后 李公子就赶紧到一旁呕吐了起来 公子 你默示吧 赵十五有些担心的问道 默示 那个女子呢 李公子问道 那个女子被我给安顿好了 贵老爷被我给绑了起来 你放心 赵十五道 好 咱们现在就去找白元脉 压他入狱 李公子道 调整好状态后 李公子就带着赵十五 去县衙走马上任了 在听说新县令终于上任后 白元脉和白夏都去了县衙 白元脉 我问你 贩卖人口该当何罪 李公子道 死罪 来人 给我拿下这常年贩卖人口的白元脉 李公子道 但李公子下令后 县衙内的衙衣们 等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谁也没动手 怎么 县令的话不管用 李公子道 李公子莫想到 他堂堂的一个县令 居然号令不动手下衙衣 去捉拿白元脉 这让他有些害怕了 白元脉在思考 没有任何举动 倒是白夏说道 我看你才像是贩卖人口的 你们去把他给我拿下 但衙衣们还是不动 这让白夏有些生气的道 你们是想死吗 莫证据 哪怕是皇上 也不能乱抓人 白元脉说道 白元脉 你放心 我有证据的 你们赶紧把白元脉给我拿下 李公子有些急了 逐渐明确了 这位新宪令的态度后 白元脉顿感不妙 于是他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县太爷 小人家里还有些事 小人就带着犬子先行离开了 白夏虽然有些不情不愿 但他还是跟着白元脉离开了 爹 您真怕了 白夏道 怕 白元脉道 县衙内 李公子怒道 我是县令 还是他是县令 您是流水的县令 他是铁打的老爷呀 一位牙医说道 李公子顿感无力 他也知道 这些牙医的家人们 就在本地 所以 他们趴在本地家大业大的白元外 而不怕他这个出来乍到 没有任何势力的县令 这些情况 李公子早想到过 但李公子莫想到的是 他们会怕的这么厉害 挥退那些牙医后 李公子无力的摊坐在了椅子上 想到 爹 你走的路 应该比我难多了吧 公子 公子 竹月姑娘醒了 赵十五赶了过来道 但还不等李公子回话 赵十五就大吼一声小心 把李公子给拉下了座椅 等李公子回过头一看 一只羽箭 已经狠狠地插在了他刚才坐着的那个位置上 外面都是什么人 敢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李公子道 应该是白猿外豢养的死士 他不怕我拿这事来把他给办了 公子 既然是死士 就追查不到他的身上 对面人很多 咱们还是先想办法逃出去吧 此时的赵十五 已经完全没了那股憨傻劲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杀气 此时的李公子才明白 不仅他在藏桌 这个和他一起长大 但中间却突然消失了五年的赵十五 也在藏桌 而且在如此的生死存亡之下 赵十五是那样的镇定 但他却是已经慌乱如骂 公子 幸好正老头给了我这个东西 赵十五说主拿出了一把伞 这把伞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赵十五试了一下 此伞可挡下急射而来的余剑 于是赵十五就背着李公子 撑着伞 硬生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博杀中赵十五还发现 散的伞尖竟可弹出一段剑尖 这可帮了他一个大忙 被赵十五带着 逃出生天 回到安全屋子的李公子 瘫坐在了地上 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废物 一旁的赵十五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李公子 多谢这位公子救了我两次 逐月羞红了脸 对赵十五道 这还是赵十五第一次被别人喊做公子 这让他也红了脸 道不谢十五 搬到百家 彻查贩卖人口太难了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 李公子道 赵十五不懂 但还是道 行 那咱们就回去吧 你个兔崽子 才这点困难 你就要退缩了 想当年 你爹以十五万打二十万 硬是打得对面害怕投降 哼 我看你呀 根本就不是你爹亲生的 白发老者突然出现 大骂了一毒李公子后 就带着逐月离开了 赵十五知道李公子的心里难受 但他不会安慰人 只能是陪着李公子一起沉默着 李先知的父亲 是靠着硬生生的军功 当上将军的 并且李先知的父亲早些年 就是以长长身先士族的冲杀敌阵 而闻明的 李先知莫学到他父亲的粗中有戏 也没学到他父亲的迎难而上 十五那个贵老爷 还在你的手上 李公子突然道 在 你想想办法 从他口中问出所有关于白原外和账本的事 是 赵十五离开后 李公子又沉死了起来 县衙的衙衣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肯定还是无法使唤的 所以李公子决定 他要求助外援 在赵十五用了些特定的手段后 贵老爷就全盘拖出了 有着正经生意的白原外 确实是一直在贩卖着人口 除此之外 白原外还与边疆外的义族 有联系 如果实在走投无路 白原外肯定会逃亡异族 也就是宁县之外 死前想后之下 李公子还是去找了那位老人 见到老人后 李公子道 还请先生指点迷津 怎么不哭哭啼啼的回去找你爹帮忙 在数落了李公子一会儿后 老人这才点破了整个局面 刚刚离开宁县的老仙太爷 是个突破口 运气好的话 李先知可以从那位那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除此之外 刚刚走马上任 在李先知父亲手下的那名都尉 也可以利用 因为不仅是那位都尉 就驻扎在附近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 那位都尉是新进的 他需要一个靠山 而李先知则是刚刚合适 做那位都尉的靠山 你父亲让你来处理这些硬骨头 是因为他想让你接下他的权势了 老者最后说道 谢别老者后 李公子迅速分别给老仙太爷和那位新都尉 写了一封信 过了好几天 李公子才分别收到了两位的回信 老仙太爷的意思是 李公子把白家给扳倒了 他就可以帮帮李公子 新都尉的意思是 巡视边疆领地 是他的职责所在 他很快就会领兵前来 巡视宁县 在等信的过程中 李公子也默闲着 在贵老爷给出了一系列的名单后 李公子就跟赵十五一起 找到了那些 与白家有买卖来往的老爷们 但李公子没有露面 他只是和赵十五蒙住面 用了些手段 让那些老爷们 说出了些他想要的东西 宁县白府 刚刚收到一则消息的白圆外 脸色凝重的道 什么 老贵消失了 爹 那货可是知道我们的很多东西 还怕死得很 要不 咱们提前离开这里 白下道 贵老爷是和白家交易最多的人 要是有人依着贵老爷来查白家 那白家就是再有钱 也替不掉贩卖人口的死罪 并且 宁县还是在打击贩卖人口最严重的 那位李将军的封地下 先不及 他们莫证据的 白圆外道 不是白圆外不愿意提前离开 而是异族内变 他实在摸不准 并且 白圆外还从另一些官老爷的口中掏出 这位新宪令虽然确实是来头很大 但新宪令的这次行动 却是处处有人暗中使绊子 所以白圆外决定赌一赌 白圆外 你和白公子在聊些什么呢 李公子手里拿着一本账本 大摇大摆的走到了白圆外的面前 你是真不怕死 白下道 白公子 你还是别费劲了 有位新上任的都尉 马上就要领兵过来 你的那些死士 还是别放出来 让我给抓住了 白下有些被吓住 他赶紧看向了白圆外 先令 你子翻来 还是来抓我的 白圆外道 对 那你拿什么抓 你单枪匹马的 还是等你的那位都尉领着兵过来 再来抓我吧 白圆外很镇定 因为他不久前就收到消息 确实是有位都尉领兵过来 但却被一位有意给新县令下半子的官老爷 想办法给拦了下来 此时 赵十五吉普赶来 在李公子的耳边 低语了击句 顿时 李公子的脸色 就变得惨白了起来 他为师母赶拦下那位新都尉 都尉可带兵巡视辖下边疆城市 这可是我父亲下的令啊 但赵十五却是一脸的无奈 因为李将军在知道后 却没任何的表示 贤令 我不知道 我哪里惹怒了你 要不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了我 让我们一起 携手治理您先吧 白原外主动势若道 爹 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把他给杀了吧 不知何时 白夏已经把死尸给召集了出来 十五 带散了吗 李公子问道 抱歉 公子 我忘了 赵十五道 不等白原外下令 白夏已经下令让死尸冲向了李公子和赵十五 退无可退 为了保护李公子 赵十五和无数的死尸 搏杀了起来 但在搏杀间 一只笋忽然飞了过来 落在了一位死尸的手臂上 死尸在看完笋带来的大大的回子后 就带着剩余的死尸离开了 爹 他们怎么走了 白夏有些慌啊 因为虽然白家可以使唤这些死尸 但这些死尸终归不是他们白家的 而是边疆外的那些异族的 这些死尸是白家通过贩卖无数的人口 而交易过来的 白原外 你勾结异族 贩卖人口 该当何罪 那位都尉还是领着兵来了 白原外一家被抓后 老县太爷赶紧就把白家的一些罪证 交给了李公子 借着白原外一家的东窗事发 老县太爷又升官了 我爹还是出手了 事后 李公子问都尉道 将军只是亲自领着兵 在宁县附近转了几圈 都尉道 李公子哈哈大笑 原来那些人是那魔的怕他的父亲 彻查了白家后 李公子又去找了那位老者 但老者已经离去 只留下了竹岳姑娘 我爷说 他不想再听见李家人的声音了 竹岳姑娘道 那你留下来是 公子 竹岳姑娘留下来 是因为他答应嫁给我了 往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李公子就主持 让赵十五迎娶了竹岳姑娘 在解决完宁县后 李公子就和赵十五 还有竹岳姑娘 去往下一个李公子的父亲指定的地方了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探望岳母 发现妻子未死 他脸色大变 你畜生不如 长顺的家很穷 迫不得已 他在十岁那年就辍学了 为了维持生计 他经常上山打猎 下河捉鱼 明朝万历十七年 六月的一天下午 年仅十二岁的长顺 在万寿山上打猎时 无意中看到几个陆林人士 将几个麻布口袋 往树林深处的一个山洞中扛去 长顺见那麻袋鼓鼓的 撂得里面就有好东西 于是壮住胆子 一路尾随 不久 天色黑了下来 那几个强人将麻布口袋藏进山洞中后 便各自离去了 长顺在洞外等了差不多一个多时辰 确定那几个强人不会再回来了 他才摸进山洞之中 一番找寻 洞中怪石林里 蝙蝠成群 长顺寻触气味 往洞子东边 走了大概七八十步 这时 又到了一个洞口处 作为一个猎人 他的鼻子 比狗鼻子还灵 他绣的那些麻布口袋 都藏在这里面 于是将身子一矮 就此钻进洞中 果然 那个洞里放了七八个麻布口袋 每个口袋里 都装满了黄金 白银 珍珠等之前的东西 这肯定是那些贼人抢来的不义之才 不要白不要 长顺没有做过多思考 很快就抓了鸡根小黄鱼在手里 随后又拿了不少白银 为何他只拿这些 因为他很聪明 他发现这些东西最为之前不说 上面还没有标记 就算自己拿出去使用 也不会有人怀疑的 当然 为了避免被那些贼人发现 长顺根本不敢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拿走 他尽可能多的拿了些黄金和白银后 就迅速离开了山洞 超十几里地之外的村子里走去 长顺的父母虽然都是地道的农民 但他们经常告诫着小子 不义之才不能娶 长顺害怕二老知道他偷了贼人的钱财后不高兴 因此回家之前 他把这些金银都藏了起来 麻利的做好这一切之后 已经是害时21点23点了 长顺以为父母都睡了 不曾想他刚摸进屋 里屋忽然传来老娘万事的声音 长顺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 你又去万寿山打猎了吗 我和你爹不是让你不要去那里打猎吗 那里离村子远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都不知道啊 你可别让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娘 我知道了 你们放心吧 我以后不会再去万寿山打猎了 你不是让我跟李大叔去学个手艺吗 我明日就去找他 长顺寻死主 万寿山不能再去了 不然再撞见那伙贼人的话 他们肯定会怀疑到自己身上 不如就听老娘的劝 找木匠李老汉学个手艺 等把这手艺学会 到时候再来用那些金银 万事听长顺这魔说了之后 终于放心的睡了 此日 长顺果然带了些拜师礼 去找木匠李老汉学艺 李老汉知道长顺心善 孝顺 有心要帮他一把 于是收他做了个关门弟子 长顺在学习木工期间 倒也十分认真 丝毫没有想过他已经有了不少钱财 暗地里成为一个富翁的事情 光阴仍然 岁月如梭 转眼 三年时间过去了 长顺不仅把李老汉的手艺学到家了 还是清出于兰儿胜于兰 于是他顺利出师了 出师后 他仅在家里逗留了两日 便带上工具去县城里找活干了 由于他手艺好 要价低 所以主顾们都喜欢找他干活 经过一年时间的大拼 这小子终于积攒下来了十两银子 这时候他便寻思主 四年前埋下的那些白银 现在总可以用了吧 于是 长顺用自己攒下的十两银子 在城南租了个上百平米的铺面 然后再花了二十多两苍蝇 买来了上好的木头 做了十余口棺材 放在铺中叫卖 由于他店里的棺材用才好 价格又不高 于是许多半白事的人家 都争相到他店里来购买 这个时候 长顺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他便找来两个师兄 以每月三两银子的工价 招他们来店里帮忙 两个师兄觉得这钱拿得稳定 于是毫不犹豫的来到了长顺的店中 长顺如虎添翼 生意更加好了 仅过了半年 他就用索证之前 再距离铺子不远的地方 买下了一座四合院 将父母都接进了城里 这个时候 长顺虚岁已经满十八岁了 在那个年代 他早该结婚了 万事急住抱孙子 赶紧央媒人四处给长顺说媒 长顺想取一个济世之书打理 有温柔漂亮的女人做老婆 可是这样十全十美的人 古今难觅 他一个俗人 又如何能够碰巧遇到 那些媒人给他介绍的人 要模五官端正 脾气不好 要模就是温柔勤快 但相貌难堪 长顺自然一个都没看上 万事怪他好高无援 便经常劝说道 长顺啊 虽然你现在挣了点钱 可你别忘了 你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出生的 你能娶上老婆 已经是祖上给你烧了高香了 你又怎能闲东闲西的呢 为娘的经过多次打听 认为侯家那个叫丽萍的姑娘 是为你结婚的最佳人选 她虽然长得不漂亮吧 但是也不难看 最重要的是她知书打理 很会为人处事 你若娶了她 将来必定会添不少福气啊 长顺被老娘说的不耐烦了 再加上她也想结婚了 值得点头同意道 那好吧 就听娘的了 那好 那我明日一早就带婆子去他们家提亲 万事一喜 立即在次日清晨付诸了行动 恰好这天早上 长顺要去乡下买木头 她租了辆马车 带上车夫 一起向张家沟赶去 张家沟距离县城较远不说 路还不好走 长顺若不是听说那里有黄花梨木的存在 打死她都不会去那个村子收购木材的 二人一车 在崎岖的道路上行了近两个时辰 才赶到张家沟村中 长顺一甩疲劳 立即扯起嗓门 在村口吆喝了起来 收木头辣 高价收黄花梨木 谁家有此墓地 赶紧来找我 价格包你满意 然而吆喝了半天 却没人送木头过来 这时 一个刚从河边洗回来的年轻女子 就笑住对长顺说道 你们来晚了 林县的同掌柜 昨天就把村里的好木头收走了 什么 来晚了 长顺脸色一黑 不由地叹了口气道 没想到林县那个同掌柜 手都伸到这里来了 说吧 他不由自主地看了那女子一眼 这一看才发现 他身材苗条不说 还藏住一张精卫天人的脸蛋 这不是自己做梦都想找到的女人吗 长顺一扫先前的不快 急忙向此女抱拳行礼 问到了她的名字 丁香 丁香不仅漂亮 还十分好客 她见五十一道 便热情地邀请长顺去她家里吃饭 长顺当然是求之不得呀 于是跟着车夫一起到了丁香家里 丁香的家跟长顺以前的家一样穷 不过她父母也十分好客 听说长顺从县城远道而来 便拿出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面 做成白馍 再煮成汤 送给长顺吃 长顺出于感激 当然也是因为喜欢丁香 当即就拿了二两银子出来 表示感谢 丁家人得了钱财 个个都是喜笑颜开的 这个时候长 顺发现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爱上了丁香 于是便向她娘赵氏偷偷打听 丁香可曾许佩计他人 照实笑道 香儿刚到吉祭之年 还未婚配 客人若是喜欢 可找没人来下聘礼 我们都是穷苦人家 也不敢奢望太多 客人若能下十两银子的聘礼 便可将香儿接走 十两银子 对于以前的长顺来说 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但是对于如今这个已经发家致富的长顺来说 却是小菜一叠 他当场摸了十两银子出来 要把丁香接走 丁香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于是这一天中午 吃过了午饭之后 长顺就把丁香带回县城 让他见过了父母 他本打算娶了丁香之后 便不再娶那个侯丽萍的 但万事告诉他 侯家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 三日之后便可上门迎亲 这件事如果平白无故推脱的话 不但当父母的没有面子 就连长顺和他铺子的信誉 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长顺无奈 只得向万事妥协 要娶侯丽萍也可以 不过他只能当小的 让香儿做大的 毕竟香儿是我看上的人选 万事又未难道 你是先认识丽萍 再认识丁香的 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道吧 你若让后来的丁香做大 你以后的心欲恐怕还是不保啊 长顺想想是这个礼 只得一脸憋屈的告诉丁香 香儿 只能委屈你做个小的了 哎 只怪我们相见很晚啊 末世的顺哥 既然你与侯姐姐有婚约在先 那我自然应当做小的 丁香为了给长家人留下个好印象 因此也不跟人争抢 长顺和万事听了这话 自然十分高兴 都暗暗夸丁香董事 三日之后 长顺在长家大院中举行了婚礼 如约将侯丽萍娶进了家门 隔了两日 他又迎娶了丁香 侯丽萍得知事情真相后 不但没有责怪长顺 反而还劝他多照顾一下 比他小三岁的丁香 至此 丁香得到了长家所有人的喜爱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长顺在陪丁香睡觉时 丁香忽然对他说 相公 实不相满 我还有个大哥 因为家穷 今年都快满三十岁了 还未成婚 不知你能不能帮帮他 让他去你铺子里学个手艺 或者是帮个忙啥的 让他先混口饭吃 将来再说许其生子之事 娘子 你的大哥不就是我的大哥吗 这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咱们结婚的时候 大哥怎么都没来喝杯喜酒呢 长顺十分诧异 这时丁香才解释道 我大哥以前在陵县干活 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 上次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正好不在家 我们又找不到他 自然没有告诉他了 原来如此啊 长顺点点头道 那我明天陪你去岳母家里走一趟 把大哥和岳母他们都接到这里来吧 我大哥下午就已经进城了 至于我爹娘 他们喜欢乡下的生活 就让他们在乡下住住吧 你若真心想帮他们 给他们点银子就是了 丁香道 长顺又道 那大哥今晚住在哪里呀 娘子 你该早点给我说呀 不然大舅哥还说我招待不周呢 放心吧 我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住处 明日一早就来拜见你 我下午未对你说 主要是看你那时正忙 丁香笑逐一番解释 长顺知道他会为自己着想 便是更加疼爱他了 这夜二人在大床之上 又干起了没羞没骚之事 丁香的大哥叫丁磊 年纪虽然大了 却依然是个不学无术之人 这家伙在外面 把挣到的钱用完了 才回家去找父母诉苦 这次回家时 得知妹妹丁香嫁了个好人家 她心头一喜便戴上包袱 进到县城中来找丁香了 丁香也是诚心想帮丁磊一把 这才央求长顺给他找个活干 四日清晨 长顺见到丁磊之后 便把他带到了棺材铺中 本来他想让这小子 跟着两个师兄一起学个手艺 好给他们打个下手的 但丁磊这小子 有手好闲惯了 哪肯跟他们学习 莫多久便厚住脸皮 对长顺说道 妹夫 我只会收钱 不如让我替你看店 帮你收钱 你以后只管陪住我妹妹便是了 女人嘛 还是要多哄多陪才是 长顺不好拒绝 只得点头答应下来 丁磊为了中饱私囊 抬高了棺材的卖家不说 还经常让长顺的两个师兄偷工减料 如此过了一个月后 棺材铺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 侯丽萍发现生意惨淡后 便去店里找了一下原油 经过几天时间的调查 这才发现是丁磊在里面搞了鬼 于是他赶紧找到长顺说明了此事 还希望长顺把丁磊辞掉 不然的话 他这个铺子迟早会关门大吉 长顺对于丁磊中饱私囊的事情 多少有些了解 先前他本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哪只这小子不但不知道收敛 反而还便本家里 他自然也是受不了了 于是便重新回到店里 亲自掌管起生意来 至于丁磊则让他回家 帮助后出给全家人做饭 每月领八十文工钱 丁磊瞬间就莫额外的收入了 他不由得找到妹妹丁香抱怨 希望他能给长顺吹吹边风 重新给他找个既轻松又挣钱的活路来 丁香无奈 只得又找长顺想办法 长顺这时已经对丁磊生了反感之情 便冷笑住对丁香说道 你告诉大舅哥 既轻松又挣钱的活路 恐怕只有那些陆林人士能办到了 他若有这个想法 去十里地开外的万寿山中找他们便是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丁香听了此话 心中十分不悦 不过他强装镇定地问道 你怎知那万寿山中有强人 难道你曾经遇到过 没错 得却遇到过 长顺只是无意一说 没想到丁香却来了兴趣 便缠住他问道 你快说说 你是怎么遇到他们的 听说他们个个心狠手辣 你又是如何全身而退的 难道他们没找你们麻烦吗 其实 其实也没跟他们打照面 只是偷偷跟踪了他们 长顺无奈 只得讲起了当日之事 当然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他并没有对丁香说起当年禁动盗报之事 他本想让丁香帮他保守这个秘密的 在那次日 丁香就将此事 以及长顺的一些原话告诉给了丁磊 而这个丁磊 曾经就跟着那几个陆林人一起接过道 本来他们若是金盆洗手 就靠住剩下的那些金银也能度过后半辈子的 但这些家伙个个贪得无厌 把抢来的那些钱财 全部拿去吃喝嫖赌了 丁磊也是把分得的钱拿去搞赌了 所以才一直穷困潦倒 怪不得山洞里的金银少了 肯定是这个长顺偷了不少 哼 既然你不忍 就别怪老子不义了 从妹妹那里听说长顺曾跟踪过他们之后 丁磊悄悄出了趟城 找到了昔日的带头大哥曾三 当晚虚实 长顺按照惯例 来到侯丽萍房中 准备陪她睡神一晚 侯家一个仆人忽然来报 侯家老夫人病重 想见侯小姐最后一面 侯丽萍急得不行 赶紧穿了衣衫 提了灯笼 直奔侯家而去 长顺听说岳母病重 自然也不敢怠慢 于是也跟着侯丽萍去了趟侯家 二人走后不久 一伙贼人竟从南城墙下的狗洞里钻进城来 他们很是准确地找到长顺的四合院 随后翻入院中 贱人就杀 贱物就强 在抢走了院内所有值钱的物品后 这些家伙还不忘放了一把大火 毁尸灭迹 长顺父母包括三个佣人 还有长顺两个师兄 共计七人 全部葬身火海 长顺和侯丽萍 因为去了侯家 才躲过一劫的 当天半夜 二人陷到城南冲天的火光 才知发生了不幸 于是又急急赶回家中去救火 哪知火势太大 街坊邻居帮助一起扑救 都未能挽救 直到次日清晨 衙门里派来了大量人马 帮助一起灭火 最终才将大火扑灭 可是这时候 长家的四合院 已经烧得一前二进 还有那七具尸体 也烧得只剩下肌肤枯骨了 长顺痛失家人 接连枯晕了好几次 还是侯丽萍十分镇定 他看了那几句枯骨后 细细一酸便道 昨夜在长家大院中 总共应该有十一个人才对 就算我和相公晚上离开了 也该还有九个人 他们若都被恶贼杀害 那应该有九父白骨啊 为何这里才七父 看来 家中必然是出现了内鬼 而失踪的那两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内鬼之一 道场勘察的周先令文言 也觉得侯丽萍的推断十分在理 便问他道 那你仔细看看 失踪的那两个人究竟是何人 侯丽萍道 家中除了我和婆婆之外 只有丁香是女流之辈了 他若遇害 这些白骨中 必然有两具女性白骨才对 可是你们看 这里七副白骨 却只有一副是女性的 如此看来 这个丁香应该还活着 他若还活着 他哥哥丁磊 必然也没死 这事八成 跟他们有关系 我带丁香补薄 他为何要这样对我 长春简直不敢相信 这事是丁香干的 瞬间又是痛哭流涕 绝望不已 侯丽萍分析道 你确实在丁香补薄 可那个丁磊 却认为你对他很苛刻 或许是他脑木 你把他从棺材铺赶走 让他捞不到钱了 为了报仇 他勾结了外匪 干了这伤天害理之事 这也倒是有很大的可能 周县令听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也认为丁家兄妹有很大嫌疑 于是问长春 你可知道他们老家在哪里 长春道 当然知道 不过他们干了这件坏事 肯定跑得无影无踪了 又怎会等我们去抓他们 侯丽萍道 俗话说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无论如何 那个丁香 肯定会回到他父母身边的 咱们先假装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等把公公婆婆的后事处理了再说 长春觉得再理 于是先跟着侯丽萍一起 处理了父母及师兄的后事 随后才去了张家沟村 假装去拜望岳父母 让长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丁香果然就躲在老家 当他看到他时 瞬间就变了脸色道 丁香 我待你不薄 你为何勾结外匪 烧了我家院子不说 还害死了我父母 你简直是畜生不如啊 这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是 是我大哥前的 丁香无法狡辩 只得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他大哥身上 他本以为丁磊跑路之后 他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那只积天之后 衙门里的捕快就密到了丁磊的踪迹 将他抓了个正中 丁磊自知罪孽深重 因此不待用刑 他就全部招了 与他同伙的另外几人 包括带头大哥岑三 后来全部被捉拿归案 周县令将这八人所犯之罪全部审理清楚 并整理成卷宗后 将他们全部判了临迟处死之刑 丁香因包庇之罪也受到了牵连 被打了几十棒子不说 还在脸上刺了个大字 他原本有一手好牌 最终却打得稀烂 也是他最有应得呀 经历了此事 长顺才不明白 不易知才不能取得道理 可惜未失已晚 好在这个时候 侯丽萍还陪在他身边 一直鼓励他 他最终才能东山再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要想发家致富 一定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手段 并且勤劳耕耘才行 任何走捷径 妄想通过不易知才来发家致富的路子 都是不可取的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